所以说现在你要说到这事 他们就在说环境 我觉得有一种不叫末日论 还是叫什么一种思维方式 挺有意思 尤其是很多环保NGO 我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 你看是一种什么思维方式 比如美国这么大的飓风 遭到了这么大的破坏 我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圣经式的思维方式 就是我们人类还不检讨 是吗 就平常是怎么样糟蹋环境的 你看一看大自然的这个威力 你看看大自然对我们的这个这个报复 你现在发现 每次大灾就天气气象 不管是人祸还是天灾 我就发现 这种思维方式很像圣经里的思维方式 那么就是一下就还不反省 你们平常怎么着这种消费物质 这个这个奢侈腐败 你们这个这个烂砍烂伐 这个怎么污染环境 工业污染 温室效应 你看看今天 这把洪水来了 地震来了 什么你看 这种思维方式很有意思 我没有听懂 你说洪水来了 什么飓风来了 是结果 因为你做了不好的事情 引爆了这些结果 对 环保人士是这样认为 还是说 因为有另外一种 他不断强调圣经 可是圣经的思维方式里面很多是说 我给你的惩罚 等于是佛教里面的业 你做了 做业嘛 业 给你的惩罚 你说是哪一种 是因为你环境 你没有爱护嘛 那自然就那个什么什么 全球软化 对 我认为 如果有百分百足够科学的证据 说明这次飓风 是吧 是你开这个化工厂引起的 那么这就不是圣经的思维方式 是科学的思维方式 但是如果说这次飓风 你没有充分的证据 说是因为你开这个化工厂 给美国带来了这么一场飓风 那么你的这种这种说话 我认为它背后的潜意识 实际上 是一种圣经的这种 报应的 启示录方式 启示录的这种方式